我觉得是大家都把它当作一个成熟的销售来去对待 来去要求 但它其实它是一个 它还没有走出校门 然后它能写出来这样的文章了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的是 它的文字的积淀是够的 第二点是它没有写过种草的那种文章 但是种草的文章 它还没有被污染 所以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大概多久能把它带出来 其实也没有过多的需要 就是我需要辩驳的 因为我觉得是我欠缺的 我一直待在校园里 我接触社会比较少 有可能这就是我的不足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社交数据解读 刘静波是一个漂亮可爱 幽默喜欢读书的女孩子 她喜欢阅读音乐旅行和美食 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的青年 来 第二轮选择去回来 还有两盏灯直接进舞台前不上感情 来 看看他们的薪酬 松鼠烈 先说一下你的职位 文案 然后工作地点呢是上海 上海 薪资是6500加 包吃吗 提供餐补 包住吗 不包 不包 来 这边 七千 法国梦泉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文案编辑 我觉得你是一个能静得下心来 而且你的文字功底是有的 另外我认为文字是工具 一定要让它产生价值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在法国梦泉 能够学会如何将你的文字 变成营销类的文案 为企业创造价值 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创造价值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 可以提供住宿 好 你可以每个人问一个问题 我暂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哎呀好 还挺好的 我想听一下您和各位 想听我的意见 对 因为因为我好喜欢您的 今天来见您 我妈都以为这个节目是骗子 你说你妈说什么 我妈以为这个节目是骗子 因为她不相信 所以她 母亲啊母亲 你厚道的外表之下 居然藏着这样的一颗祸心 我们这么靠谱的平台 说咱是骗子 所以说 今天才跟着来的是吧 哎呀我必须用这种批评主义的眼光 来好好说说你 来先听两位姐姐的意见吧 就去那个法国梦泉吧 为什么 一方面我觉得她是一个 我觉得艺术跟美 是有约等号的 所以行业上这个女孩子应该不讨厌 然后第二呢 就是那边又提供住宿 可以非常好的保护你 圆圆 这个做专家型的指点 您不能给那么强的明确指导 圆圆你好漂亮 我来紧 我来紧 代表我自己的意见 我紧 因为刚刚跟你交互的过程当中 这位企业家也说了很多 你现在最了解的人应该是他 我是学艺术出身的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曾经用一篇文章 获得了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 全国被列入小学作文编辑部 唯一的一篇 我们整个省唯一的一篇 也就是说我也是写云淡风轻的文字过来的 但当我创业之后 我发现文字只是工具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把你的文字功底 变成最有价值的内容 输出价值 所以我认为法国梦想还是比较适合你 至少说我可以在这方面给你一定的引导 好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 法国梦全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法国梦全 去吧